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初Chris因故回国 原本只打算短暂离开 不曾想却因为疫情和恋人一别将近三年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太多让他们措手不及的事 这段三年被迫异地的跨国恋如何维持 又面临哪些考验 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讲述 我是Angela 今年26岁 现在在青岛生活 我叫克里斯 英文名字叫Chris 我现在36岁 我住在美国 2015年的时候吧 我还是在酒店实习 很无聊就随便打开那个附近的人 就想看一看嘛 然后突然就看到有一个叫杨鬼鬼的人 她的朋友圈呢 也是她平时生活拍的一些照片 包括她和她的朋友 就是做音乐 就给她回复了一个消息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聊 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挺搞笑的 也挺有礼貌的 圣诞节的时候 她是要去和朋友参加一个晚餐 然后就问我想不想去 那个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她是去接的我在我工作的那个地方 刚上车的时候 她看起来也有一点酷酷的 不是特别热情 但是慢慢慢慢 她就开始跟我聊聊聊聊聊 然后包括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她也给我夹菜 然后照顾到我的心情 我觉得有一点不错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好看 也很年轻 我想一下 我是坏叔叔吗 他是很知道怎么样去让我开心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逛街 他看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他会买给我 或者是他看到我喜欢喝的奶茶 他经常会偷偷地准备好给我 我觉得就是一个互补 他身上没有东西 可能我身上有 他觉得很吸引他 那我身上没有东西 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 我也会觉得很吸引我 我们断断续续约会这样七个多月吧 然后才真正地确定关系 从2015年相识到2020年初 和大多数的恋人一样 五年的点滴相处里有甜蜜 也难免因为年龄 成长和文化背景 个性等的差异 而产生摩擦分歧 但尽管如此 双方都已经在心里默默地确定 彼此就是自己的唯一 后来有一次 在一起去韩国的旅行途中 Chris身体出现不适 他决定尽快回到美国 看家庭医生 在离开中国之前 他来到安吉拉的老家 在他的父母面前 正式向安吉拉求婚 我很紧张 我问一问他父母 可不可以跟他结婚 我告诉他们 我那么爱他 我给他们确定 我说我以后会保护他 我会做一个很好的老公 他们说 这是我的宝贝 你必须要对他好 你必须要一直都 好好照顾他 我告诉他们没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第二天他就坐飞机回了美国 也没有想象到 就是说 他回去之后再回不来这样 我的想法就是 我可以回美国 看医生 两三个月 然后回来 谁知道这个疫情会变成那么严重 我2020年2月1号到美国 然后2020年2月2号美国关门 在他离开半个月以后吧 发现怀孕了 又惊讶 又感觉 有一点点窃喜吧 我说 宝贝 我怀孕了 非常非常开心 第二个反应是很害怕 因为我不在 我们还没准备好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这么说 选择这个孩子 我告诉他 他的选择是他的选择 他选什么 我都会支持他 如果你要有这个孩子 我会做一个好爸爸 一个好先生 你别怕 我会找办法 但是我没告诉他 那个时候 在我心里 我就非常非常希望 他选有孩子 我那个时候 我很年轻嘛 我也没有结婚 像是我父母这一关 我也不知道 我要怎么样去过 在我们这个地方 家里人都是 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 他们总是觉得 一个小女孩 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如果你怀孕了 那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 就会有很多人去 背后说你 讨论你 当时Chris又没有在这边 我把我怀孕的这个事情 告诉我父母 然后他们给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能接受 然后我们还因为这个事情 大吵了一架 我非常难过 然后我就回青岛了 从我怀孕到我生宝宝的前一个月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那个时候还要工作 每天的孕期反应也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家住六楼嘛 去买菜的时候 然后买水的时候 搬快递的时候 虽然我挺了一个大肚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我做完饭 我自己一个人吃 我吃完自己收拾 然后我准备宝宝的东西 我给宝宝准备的婴儿床 我自己安装 床安装的时候 从很远的一个 那个放快递的一个地方 把这个快递拿回家 然后自己再组装起来 然后放到我的房间里面 都是我自己 然后我记得 我第一次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吧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医院的人 几乎很少去医院 我对那个环境就是很恐惧 所以我第一次去医院 还是去一个妇科医院去体检 旁边都是一些老公陪伴呀 或者是有家人陪伴呀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觉得非常可怜 Chris他是在和我视频当中 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其他人 然后再看看我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可怜 我觉得边视频边哭 我就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就很孤单 就感觉被所有人抛弃的一种感觉 我看他在那边那么可怜 但我不会在他旁边 我们两人在办签证的这个事情上 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准备材料和等待的这上面 因为疫情那会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很多都是不开放的 包括在中国的美国大使馆 你打电话发邮件几乎都是系统回复或者是电话根本就不接 做一些Pure Letter 就是上海的邀请函 也是在准备材料 然后后来又是青岛的这一家 也是准备材料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只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准备材料和等待 当时只是在想让他尽可能快一点的回到中国 然后也没有去往其他的方向去想 所以就走了是一条路 一开始我每一天给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在华盛顿和纽约 还有美国大使馆在北京 上海和广州 我每一天给他们发邮件或是打个电话 但那个时候不太好联系因为疫情 我也找了一个在中国签证中介 但最后他们都不会帮我办个工作签证 然后我把我的护照发到中国 开我自己的公司 我觉得如果自己有公司 有可能更好一点办签证 开完公司也办不了 开始是没有想到要去 就是在其他国家 我怀孕的时候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国家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 飞机啊 机票 然后包括签证什么都没有特别开放 包括我那个时候月份越来越大 对我也不是很方便 怀孕的那一段时间 差不多将近一年都是在做Chris的签证 但是这些一直等我生完宝宝吧 都没有见到什么结果 从得知安置了怀孕开始 Chris想尽了一切 他能想到的办法申请签证 这个时期的工作签非常难拿 加上之前Chris在中国 并不是在大公司上班 而是自己创业 这也给申请工作签证造成了额外的难度 他几乎每天电话 信息 邮件 向中国各地的大使馆解释他们的特殊情况 想办法申请团聚签 但是最后得到的回复都一样 因为他和安置了没有法定的结婚手续 所以没办法办理这样的签证 总之能想到的所有办法 他们全都试了个遍 但每次都是在出现新的希望和转机的时候 在漫长繁琐的申请过程和漫长的等待之后 都没能成功 时间一天天过去 安置了独自度过运气大大小小的事 包括最后的生产 我当时都慌死了 我记得那天是很早七点多钟左右吧 我起床就看到我床上湿了 但是我以为我没有想是羊水那一方面 然后我妈妈也以为是我 是不是我睡着睡着就尿床 过了一会儿又有那个东西出来了 然后我就想坏了坏了怎么办怎么办 肯定是羊水破了 然后我就叫我妈妈 我们也没有拿东西 也没有时间去收拾 穿上鞋子 穿上衣服 就走了 我家是住在六楼 六楼没有点梯 你们说没有点梯 然后就快快快 羊水破了 我们要快一点下去 然后到路边打上车 到了那个医院 因为那个医院它早晨很堵 那个司机又没有办法去 把我们送到门口 所以我又必须走非常非常远的一段路 走到医院里面去 里面然后还需要排队 我就紧张死了 我觉得我羊水破了还让我排队 那我宝宝过一会儿再出来怎么办呀 我就吓死了 然后过一会儿那个等到我 我进去他给我检查说 我就是羊水破了 然后让我找一个轮椅坐下 不要随便乱动 不要走路了 然后再过了一会儿我就躺到那个代产房里面去了 我真的都吓死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呀我现在说起来我都想哭着 我最信任的人没有在我的身边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就给Chris打电话 但是打了好多好多电话 他都没有接 然后我就有一点慌 但是 哎呀 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妈妈虽然在我身边 但她很多事情都不懂 所以到医院挂号 然后包括去找地方 交钱 这一些事情 其实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那个时候羊水还在 画画地往下流 然后 包括我躺在 那个 推车上 我在和她视频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无助 过了一段时间 痛感就会慢慢上来 特别是打了确产素之后 会比正常的 会疼很多 到了晚饭的时间 就是我还特意点了一个麦当劳 安慰一下我自己 因为她要开到两指之后 才可以给你打那个五通 这两指的过程 真的是特别特别 特别缓慢 真的特别特别疼 就是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有一个朋友 在我生宝宝之前 我们有视频过 他跟我说 每一次疼 虽然非常难受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是你的宝宝 在非常非常努力 往外推 想要快一点 跟你见面 然后我真的 就一直在想这句话 一直在想这句话 我是七点多到的医院 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才生的 我一直都在 在我办公室跟他聊 他开始越来越疼 到他非常疼的时候 他就说 好了好了 我要自己过这个事情 然后他关电话 然后我吓死了 做赖做吃 一直都 超级超级难过 我吃不了饭 我坐一会儿 然后不想坐 我站我不想站 我坐我不想坐 听音乐 这个音乐不好听 然后我 冥想也不好用 什么都不好用 我非常不舒服 我就想到中国 生完之后 我就 那个医生会把宝宝 抱到我的胸前 让他感受一下 我的温度 然后我顺便 也看了一下他的 然后我看到 他的那个小样子 然后小眼睛都没有睁开 然后就趴在我的胸口 我就 又神奇 又感动 但是也会有一点失落 因为 是我自己一个人 旁边没有 爸爸 没有先生 我现在也很感动 我现在 也哭了一点 Angela没给我说什么 她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就是 爱她在她胸上 我就摔到地上 不太会呼吸 我的心 一段时间就停了 我的腿 变成棉条 我就到地上 哭了 哭了 很厉害 开始并没有打算 就是 我出月子以后 会搬到我母亲家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这件事情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也不想让其他的人都知道 出了月子之后 我妈妈回家了一段时间 她可能 也会觉得自己的女儿 自己一个人 在外面太辛苦了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接回家里来住吧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 那也没有办法 一些老人 他们会 见到你的时候 就快点凑到你跟前去 向你打听情况 然后问你 这个孩子怎么样 他爸爸在哪里 他爸爸是谁 怎么都没有见过他爸爸 怎么突然就带回来一个孩子 我们都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 包括有的时候 我带艾塔走在路上 我都会下意识地 用我的 就是余光 这样一扫 我们刚走过去 他们就会在背后讨论 我们这样 很难受的时候 可能就是 我带艾塔在外面玩 然后看到别人的一家三口 然后爸爸抱着宝宝 然后旁边有妈妈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那么开心 然后每次看到我和艾塔在一起 没有其他人 就觉得还挺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吧 在第一个月 其实是比较煎熬的 因为他晚上都会要起来喝奶 然后不停地起来 不停地起来 然后我的精神 也是非常受折磨 但是每次 我看到他的那个小脸 然后那个小手 就躺在我旁边 然后我抱着他的那个感觉 就非常非常幸福 四五个月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 我们在房间里面玩 那个时候他 做都有一点费劲 我就说 艾塔妈妈妈妈妈 然后他就突然就跟我说 妈妈妈妈妈妈妈 就是两个小嘴敏在一起 就妈妈妈妈妈妈妈 一直这样叫个不停 我真的好感动的 叫妈咪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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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我房间里 有一个袋子 在这个袋子里 有艾塔小小的时候的脏衣服 我让Angela 让艾塔穿一样的衣服 一两个星期 流汗 让这个衣服 有它的味道 然后放在一个袋子里 快递发给我 我有的时候 我很相信的时候 我就打开这个袋子 我买一闻 我女儿的味道 然后 就不让我开心 但就让我感觉她在 这个很难 然后我们家里有爸爸跟奶奶的照片 他经常就会过去拿那个照片 然后支支支支支支 抱着然后亲一下那个照片 包括她现在就会每次听到Kris的声音 然后我我们两人手机打电话 她会有一个铃声 每次我这个铃声一响起来 她就 嗯 谁 谁 然后他就很激动 很开心 就跑过来找我 然后想要看一看这个手机 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 爱他的爸爸是手机 手机就是爱他的爸爸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玩笑 他知道我是谁 他会自己把手机跟爸爸聊一聊 I love daddy 对 他说我爱爸爸 我也给他唱Baby Shark Baby Shark 所以他让我唱歌 我也给他唱The Itsy Bitsy Spider The Itsy Bitsy Spider Went up the water spout 我说他会告诉我他想听什么歌 他要Baby Shark 他就说 然后我知道他想听Baby Shark The Itsy Bitsy Spider 就是小蜘蛛 我会用我的手表演一个小蜘蛛 然后他想听The Itsy Bitsy Spider 他就 他看姥姥不开心的时候 他会摸摸他的胳膊 说姥姥我爱你 我可以说这些事情一整天 我见谁不管 不管是谁 我给他们看 我说这是我女儿 这是我未婚妻 啊怎么样怎么样 觉得艾塔是我们两人中间的一根线 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了一家人 之前我们交往的时候 她的朋友是她半个世界 然后现在呢 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 她经常会告诉我 我和艾塔就是她的全世界 我之前有跟Chris说 我说我最大的极限 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心情也很不好 我说我真的不想等了 我真的太累了 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我说我等你两年已经很长很长时间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等下去 但是我我们两个人都是对彼此有爱的 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团聚 因为种种的困难就说不爱就不爱了 说不等就不等了 每一天白天的时候难过 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好一点 因为我能看见 安吉拉跟艾塔 我们打视频的时候 是我的空气 让我会呼吸 我其他的都不在乎现在 我不在乎我做什么工作 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有多少钱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就要 我就有一个希望 是跟我家人 安吉拉和艾塔在一起 从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是做爸爸和先生 是有一个家人 我现在有 我有我的梦想 但I can't reach it I can't touch it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从孩子出生 到会爬 会走路 会叫爸爸妈妈 Chris始终只能在手机的另一头 见证这一切 每一次他们的通话 Chris都会录下他们的聊天 手机截屏的各种照片 到现在已经存了几万张 在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 这些照片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他们每天都憧憬着团聚时的场景 我们现在是在被申请 我的未婚妻签证 他是已经把这个未婚妻签证 所需要的材料递交上去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等待大使馆 给我一个回复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签证 加上现在疫情的原因就是很慢 有的人说可能大约需要七到八个月 然后也有人说可能需要一年 或者更长时间 这个都不确定 然后去了之后 好像要在90天内举行婚礼嘛 他一直跟我说 这个很快就会发生 我们现在要提前做安排 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想要穿什么样子的裙子 你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你想要在什么样的地方 这样你想要准备什么样的食物 我很憧憬那种 我在草地上或者海边 我穿着一个很美很美的那种长裙 手捧不需要特别漂亮的那种 所有的亲人都在现场 然后他们也非常开心 我们团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草地上跳舞唱歌 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又围绕着那个草地 然后有一个篝火 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 然后他们家门前有一个湖 我们可以开船去抓螃蟹 包括我躺在那个草地上 穿着很长的裙子 看书 爱他和他爸爸在一起 就在草地上追赶那种场景 真的我现在想想都特别美好 我每一天见到这些事情 我会自己想做一个安排 他们到的时候 我别忘了带他们去这个地方做这个 或是别忘了给他们看这个动物 然后我天天在我手机里写这些事情 我写了很多很多 如果我看一个好地方 或是我有个好想法 我们可以做什么活动 等等等等这样 在这里可以上船 钓鱼 找螃蟹 拍照 at night 我们网上可以看星星 有很多很多星星 我可以给他看 哦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爱情的 我想炒嘎辣 海离子 夜混沌 台湾路的沙滩 我想四方路 大茅房 附近的烧烤 我想在 好像第三海水浴场 有牢牢的肌肉难 他们一直都健身 然后喝啤酒 然后游泳 然后喝啤酒 我想跟出租车四季聊 我想爬富山 然后看我后面有石碑区 我前面有石南区 我什么都想 但最想 我家人 你叫爸爸 爸爸 叫爸爸 你叫爸爸 爸爸 爸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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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i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黄称框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